台电花联区营业处长吴耀明在台电服务满40年 今年3月卸任 改由过去在总处推动电费缴纳多元服务管道 电费账单业务革新等多项优秀业绩成效的 行人处长李淑芬接任 日前白会县长徐真卫 双方在环保节能和广设充电站的议题下取得共识 期盼为下一代的环境而努力 在台电服务40年的台电花联区营业处长吴耀明 于今年3月卸任 荣芸新职的处长李淑芬是华联区第一位新任女性处长 过去在总处推动电费缴费多元服务管道 电费账务革新 推广台湾电力APP 客服中心导入AI人工智慧等业务绩效卓越 日前白会县长徐真卫 期盼能呈现起后延续稳定供电及提升用户服务品质 双方就电力业务智慧站牌设施 平衍地区山路大型观光活动 增设充电站展开热络交流 徐真卫表示 县府推动建设与观光活动都需要台电提供电力 县府活动也欢迎台电涉滩 共同宣导节电与用电知识 推动永续环保政策是国际趋势 期许未来在环保电动车 充电站以及各项节能措施持续深度沟通 珍惜环境资源为下一代的环境权努力 记得蒋方言华林士报导